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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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诸 下册六百五十八页 六百五十八页 请看第六行 总之 名号与树 皆是果地大绝妙德之所显 皆是圆圆国海 圆荣俱德 到这里是一段 这一段总结的话呢 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 都讲到极乐世界 这些宝数 达到了真正的圆满 究竟的圆满 它不光是这样子 你看底下接着说 皆是清净句 这句话大家有没有记得特别熟悉呢 像这段话出现在 这个科诸里面呢 好多次 一法句就是清净句 清净句呢 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生 它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用我们这部经上所讲的三种真实 是哪一种真实呢 就是真实之记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极乐世界 所有的万物 都是从哪里献出来的呢 全部是从自信里面献出来的 底下也讲到 一级是当人自信 谁的自信呢 我们的自信 您不要以为说 那是阿弥陀佛的自信 阿弥陀佛的自信 跟我们每个众生的自信 无二无别 说这个名号 名号是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也是指我们的本性 也是我们的真心 西方净土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 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现出来的 所以它是真心所现出的一个境界 我们这个朔佛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你听听外面这个风 跟基督世界的风相比 如何 基督世界的风是什么风 清风 是不是 还有呢 微风徐动 那个风吹得身体好啊 吹着吹着 您的见识烦恼就被怎么样了 吹跑了 没了 再一吹呢 沉沙烦恼也没了 吹了最后呢 无名给吹没了 但是我们这种风 敢不敢 晚上吹啊 那受不了 所以我们这个朔佛世界是 阿弥陀佛 忘心 变现出来的 修行 修什么 没有别的 就是把我们的自信 恢复过来 就这么简单 用什么方法呢 八万十千法门 都是朝这个目标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方法 一切诸佛都非常赞叹 您今天肯走进这个讲堂 学习这个科著 或者下课之后 您到佛堂去念佛 去拜佛 就证明您是谁呀 您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有智慧的人 还有啊 你是第一有福报的人 为什么呢 念个几天佛 念个几年佛 你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去了 基督徒世界嘛 是不是 我们不想再轮转 想去西方净土 清净 弥陀本尊 所以后面就说了 故 能有如是 不可思议 真实之利 所以啊 这个三种真实 我们从这些宝树 就能够通通看得出来 这个真实之利 是自信本具的 霍连大师当年开悟之后 他就说了五句话 五句话当中就讲了一句 何其自信本自具主 具主什么 环境上讲了三种 智慧 德能 向好 但名号则声闻十方 谱批三根 假如哪一天呢 您遇到一个初学佛的人 他从来没有读过佛经的 他就很好奇 就说 你们这个《大藏经》呢 几千部经典 那佛所讲的核心 中心理念是什么 我们可不可以一句话告诉他 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 这个两句话里面的 就包含这个意思 是什么呢 说得多一点 就是净土三根 说得最简单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天天念的 这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一切诸佛来到世间呢 其他经典他可能不会讲 但是有三部经绝对会讲 也就是 佛说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为什么 因为这三部经 他们的总目标 都是劝我们大家 能够做到 信愿持民 求生西方净土 这段事情呢 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大事 弥陀名号 声闻十方 祝福刹土 这就是说 过去佛会讲这三经 现在佛讲这三经 请问 以后凌晨佛了 您要不要讲这三经呢 肯定要讲 所以现在我们要不要 好好学习这部 无量寿经呢 要吧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劝大家 要读无量寿经吗 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 要不能够空过 那再过一个礼拜 这个月就怎么样 过去了 还剩下四个月 四个月 要拿出一点成绩出来 到年底的时候 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们问一下自己 我们面对阿弥陀佛 对于这些经典 当我们在读的时候 想一想 释迦牟陀佛讲得那么辛苦 说了千经万论 我做到几分呢 我们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有没有把握可以往生呢 一百二十天 可不可以往生几个世界 有同学他就说 圣诗里不要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问人家要不要往生呢 你好像要人家赶快 赶快死 不是那个意思 怎么是要大家死呢 是要大家早点成佛了生死 早点去西方净土 早点脱离痛苦 你看在基督世界 光是见到这个宝树 功德太大太大了 万物当中 举这一个例子 我们在一推论就知道 六成境界 莫不如是 都在劝我们大家 要回头 后面呢 继续讲到 这个宝树的功用 建树者唯有 神有净土 木沾宝树 方能获益 所以我们能够见到这些宝树呢 经上所讲这些利益啊 我们统统都得到了 再一推论嘛 眼根 得到这个利益 请问耳根呢 耳朵听到这个树发出的反应 能不能得到利益啊 可以 那鼻子闻到这个树发出的香气 还有舌头品尝这个果实 身体接触到 您的意念去想 六根 接触到这个宝树 统统都能得到法医 您听到这儿就知道 基督世界比我们图文八好 对不对 您家里也有树啊 天天看这个树 觉悟了没有呢 还是烦恼增长啊 但是在基督世界 见到任何一棵树 都有这么样 不可思议的妙用 请看底下 两者相比 则文明得忍之一 更为显著 故会书曰 以此况比 文明得忍 亦迷著名也 这个德忍呢 本经讲到三种忍 音响忍 柔顺忍 还有 无神法忍 的的确确 听到弥陀名号 就能够得到 这么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念佛 应该要认真 这个德忍呢 信男性之力 而不惑 为忍 这就解释 什么叫忍呢 净土法门是什么法门 弥陀金上佛怎么讲的 叫男性之法 这个男性之法 它所包含的方法 理论 境界 因果 事项等等 我们居然都不惑 那就证明 我们过去身中 生生世世 常常修学这个法门 阿雷也是里面 储藏的种子 特别多 所以您今天呢 才愿意坐在这 学习一个多小时的课著 要不然的话 您观察 那个善根福德不够的人呢 他也坐在这里 可是他是什么样子 他坐在那里 那个身体就一直晃来晃去的 坐立不安 或者坐上个三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他就怎么样呢 出去了 他就跑了 哎呀 这种情况啊 我们都见到过 甚至还有人怎么样呢 坐在那里就打呼了 还有些人怎么样呢 坐在这儿听课 他头疼 这都是有业障先前 不像我们呢 我们听这一档课 听的是发起充满 其实这个讲堂里面 最开心的是哪一个人 待在这边呢 就是那个发心 跟大家做报告的 那一个人 他开心 他最开心 为什么呢 他深入这个 注解嘛 是不是 他花的时间比听众要多嘛 所以他的体会呢 比大家稍微多一点点 因此我们建议 作为同学发心 弘扬正法 护持正法 功德无量 再讲到这个人 这个人呢 他也可以作为呢 同意 承认 肯定 没有怀疑 来解释 所以这个人呢 有这么多的意思 会书呢 是日本高僧呢 对无量寿经的解释 下面是静颖大师的解释 他说 会心安法 明知为人 会心 就是我们的真心 它不是阿雷一世 我们把这个心呢 安住在法上面 安住在这句 弥陀名号上 就称之为人 另外呢 大圣一章 第十一卷里面解释 与法实相 安住为人 这个法 就是一切万法 我们对于一切万法的真实相 承认了 不怀疑了 安住在这个上面 这个就称之为呢 忍 出一个考题 什么叫实相 实相无相 无相无不相 就是实相 大家听明白了吗 那你不错了 听懂了 那你是原教出租复杀 这地位相当高 说的具体一点 就事项上来讲 你看这些事情有没有存在 有存在吧 我们这堂课有没有存在 是存在是不是 但是这个课它是怎么一个存在法 这个也搞清楚了 用我们现在一般人能够听得懂这个话来解释 就是相似相续的幻象 是有 但是 它这个有叫什么有呢 叫妙有 叫假有 因为它不可能存在的 它分分秒秒都在那里变化 而有这个是 它里面就有什么 就有那个理 而这个理呢就是真理 可是这个真理我们看不看得到 能不能够听得到呢 能不能够闻得到呢 能不能够藏得到呢 接触不到 所以古人跟我们讲得很好 叫事有理无 还有一个 相有体无 总而言之 我们遇到一切境界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们面对这些境缘的时候 要真正做到 不起心 不动恋 不分别 不执着 为什么不要去分别执着 刚不是说的吗 都是什么形象 都是假象 有多假 一坛子 一坛子 三十二一 百千恋 这么快的速度 就那么一下子 恋恋成行 行皆有十 他都有色 受 想 行 事 全部都具备 就那么一念当中 有这么多维系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呢 周而复始 不停地不停地在演变 所以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假象所迷惑 慧书呢 也在解释啊 这个人 他讲 自行 增进 名 乏人 这就告诉我们 开智慧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读经 我们听经 用意何在 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看破吗 了解真相 真相了解之后 他下一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放下 现在我们放下了几分呢 财设名利 放下了几分呢 还是贪 得不到会怎么样 就嫉妒 就发火 就障碍别人 你看 这是在干嘛 都在造业 所以呢 这个佛经 尤其是大圣经典 真的要天天看 其实现在我们在一起 学习这个科著嘛 悟神真的是 觉得师父上所讲的一句话 太有道理了 师父说什么 他劝我们呢 要把这个集注 黄灵老写的 会集的 要连续练上 三十次 三十遍 因为您把这个集注 它的变数越多 就感觉到这个佛经 太不可思议了 希望大家下功夫 这个呢 我们只能够劝大家 建议大家 这个功夫 还是要靠自己 抓时间来去修 获三种人者 静影树月 寻生悟解 知生如想 明阴祥人 三地已还 这就开始 给我们解释 这个三种人 我们见到这个宝树啊 居然都能够正得 三种人 第一种人呢 叫音祥人 什么叫音祥人呢 寻生悟解 听到这个树的声音呢 听着听着 你就开悟了 知生如想 我们这个讲堂呢 目前算是 半封闭式的 那个大门又打开嘛 如果这个讲堂 它是圆形的 或者是椭圆形的 我们对着这个麦克风 很大声的 一叫 你就会听到 这个讲堂里面 它有那个回音 那个回音呢 就是响 在北京 有一个建筑屋 它那个墙壁 您对着它说话 比较远的地方 那个人呢 他就可以听得到 您在远方 讲话那个声音 叫回音壁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去试过 那个地方 还没有 等我们到的基督世界 再去北京 再去实地考察一下 所以这个响呢 就是回音 或者到三谷里面呢 也能够听到这个回声 那么听到这个 回响之声 都是告诉我们 像不可得 那佛讲经说法呢 它为什么 常常用这个音声呢 因为我们这一个 世界的众生 六根当中 耳根 反应最快 我们看这个文字 未必看得懂 可是听啊 听佛一解释 就很容易误入 所以他老人家呢 四十九年 都是以 讲经教学为主 因此呢 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 能够觉悟 能够小悟 大悟 甚至于侧悟 那就叫音祥忍 这个音祥忍 是什么地位的菩萨 三地以环 出地 二地 三地 这个忍呢 就告诉我们大家 心要能够安住 不要放异 我们在前面 跟大家介绍了 六种烦恼地 大烦恼地 还有六种小烦恼地 那个放异啊 就是 那个烦恼地里面的一种 所以人不能够懈怠 不能够让自己啊 说句老实话 大家听得也不要不高兴 不要让自己的生活 太舒坦了 每天悠哉悠哉 那不像个修行人 真正的修行人是怎么样 你看他那个面孔 都是 聚精会神的 你看他的眼神 都是炯炯有神的 他那个心都是定在一个地方 人吗 就是说 他没有杂炼 他心里面只有什么想法呢 最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 只有这句 弥陀名号 您不念阿弥陀佛 就要想 无量寿静的经文 背经嘛 默默在那里背 出声背也可以 如果怕吵了别人 你就默默的 就是金刚吃也可以 总而言之 功夫不可以简单 下面说 舍全去实 名柔顺忍 名柔顺忍 四五六地 这个解释就比较深一点 这就说明了什么叫柔顺忍 这个功夫就在音响忍的上面 柔顺忍是哪一地的铺栈呢 四地 五地 六地 什么叫舍权去实啊 在这里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权呢 请大家把参考资料下册 请出来 参考资料下册 翻到八百三十一页 没有的同修到后面请一下 在后面 蓝色的本子 柔顺呢 请下册就好了 八百三十一页 大家找言权 言语的言 权说的权 大家看到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的是 言语为权益理则也 我们跟人家交流 对话 绝对离不开呢 语言跟文字 所以这个语言呢 文字能够表达我们的意思 能够把这个道理呢 说清楚 在《实用净土宗》词典里面呢 他有解释 废权弹指 像这些名像啊 都是佛们里面呢 所看到的 它是法相中里面所讲的 法相中所立的 真俗四重至二地中 第四重的真谨 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啊 我们称之为不思议境界 不思议境界 可不可以用言语来 全显呢 说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那些过来人 那些佛菩萨 他们怎么说呢 这里就有讲到嘛 须废言权 什么意思啊 说得白一点 就是离 离开的离 离言说 这谁讲的 谁讲过 马明菩萨 对不对 马明菩萨在这个 大乘写信论里面 就告诉我们大家 怎么样来学习大乘经教 他告诉我们三句话 那是原则 第一个 不要做言说相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听某个法师讲经 您在台下听呢 不要执着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话 其实那个话 同样的一句话 同样一段话 今天讲的 可以跟明天讲的 就不一样 他可以长说短说 深说浅说 看听众 看大家需要什么 他可以呢 每一次讲的都不相同 所以我们不应该执着 这个言说相 那第二个呢 不能够执着明字相 所以我们看到无量寿经 看这个科处里面 有很多的名词术语 这些明相特别多 光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真如自信 佛信 法信 真实自济 涅槃 长济光 法身 说了这么多 其实他们怎么样 讲的是一桩事情 同样一桩事情 佛说那么多干嘛 搞得我们都记不住 他就是要这样子 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就是破我们的执着 反正能够把这个意思 表达出来就好了 说什么都可以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第三个也蛮重要的 就是不要执着新原相 佛讲经说法 他有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是因为他说这个话 没有意思 那个话怎么样呢 他就能够变现出 无量意 真的 我们每一个听众 听老师讲课 听法师讲经 每个人的体会 他讲的同样一句话 个人都有个人的解读 个人都有个人的体会 这是无量意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真正懂得佛的意思 经上常说嘛 你没有意思就好 不可思 不可以 不要去思 不要去意 思就去想 意呢 就去说 所以要这里教我们大家 学习经教呢 肺炎犬 我们看这个文字 听这个经法 不要执着这个言语 不要执着这个名相 不要执着他的 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分别那个意思 您所知道那个意思 是谁的意思 是不是佛菩萨的意思 不是 是谁的意思 是我们自己的意思 我们意思 是对还是错啊 都落在哪里了 都落在第六诗 分别 还第七诗之诸 到时候那个种子 收到哪里去 全部都放在阿雷野里面去 不懂如来的意思 所以听 古人说得很好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那讲的人 他很高明 他是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下了台 我们就问他 你刚才讲的话 讲得太好了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呢 我想再听一下 那个台上的法师 他跟你说 啊 我讲什么 我都不记得了 他真的不记得 可是一看他上台的时候 讲的时候 口若咸河 左右逢源 自信的流动 所以啊 大家想要把经讲好 没有别的 那个敲门是什么呢 很简单一句话 你得把它纲领掌握住 你也上台 可以讲得 跟那个法师一样好 什么方法呢 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不要起心动恋就好了 把这个经卷一展开 就无量意 所以学佛蛮开心的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讲经的法师 他是很开心的 有吧 对不对 你没看到哪 你从来没看到哪个法师 上台之后 都是愁眉苦脸的 对不对 他如果上台之后 都是心事重重 那肯定他没入这个境界 学佛真的是 法喜充满 好 下面说 但以政治与内心 正会其 离职也 这个正知 正心 自然明了 明了呢 就是觉悟 我们要的是正知 可不是邪制 这个蛮重要的 大乘体型论里面 所谓 立言真如也 就是刚刚所说的 他老人家教我们 读经听经的秘诀 三句话 立言说像 李明之像 李心元像 真的 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去 听经文法 听着听着 你就忽然哪一天呢 在哪一刻 当中突然就大悟了 大家看一下 大佛顶首 论云经就知道了 佛这部经还没讲完 讲了一半 就有听众 就站起来 为什么 开悟了 听懂了 后面还需学在听呢 不需要 通了 后面后半部 全部都知道了 职者 只所证 知真理 这个就是自信 真如 一灵章第二卷里面讲 圣亿圣亿地 一名废权谈指地 这个都是啊 法相中里面的说法 四中二地 法相中与世属圣亿二地 各立四种 合为八地 那么法相中啊 就圣亿地 又分为呢 世间圣亿 还有呢 道理圣亿 好 大家把这个参考资料呢 收起来 我们再看 课著 六百五十八页 六百五十八页 最后一行 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这个 柔顺人 他是 舍权去使 名柔顺人 四五六地 这个舍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把这些言语文字 放在心上 这个权呢 就是权树 那个树就是 上面是个树 下面是个肘子底 那个树 也是方便 权树呢 是文字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啊 您不要读 这个经文的时候 琢磨 佛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您这样子读 读上一万遍 一百万遍 都不能够开悟 为什么 您在执着分别 怎么读才能够开悟呢 从头到尾 念得清清楚楚 不要念错 不要念漏调 就好了 这个就叫修定 定到一定的程度 它自然 那个意思就冒出来 所以啊 这个明白真实的道理 心安住在此地 这个就称之为柔顺人 这个境界比音响人高 我们再看第三种 证实离项 明无生人 七地以上 这个菩萨呢 他证得的十项 理一切虚妄项 这就称之为啊 无神法人 那这是哪一个地的菩萨 获得的这个境界呢 七地八地九地 所以啊 修学可以说呢 它有不同的层次的 那人家能够证得 七地八地九地 我们现在在哪一地啊 一地都不地 对不对 所以应该好好修学呢 要把这些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 统统要放下 后面呢 黄连老帮助我们解释 因为古人 说得比较简单 他呢 再稍微 讲述一下 其意味 文法悟道 知一切法 如生之回响 如梦幻泡影 明阴祥忍 的的确确啊 我们从佛的讲经教学当中呢 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把这个世间的事项呢 不能够放在心上 你看阿罗汉 他比我们众生高密的地方在哪里呢 阿罗汉从哪里修的 还不是从人道往上面修的 是不是 他为什么能够出六道呢 因为他有一点做到 他把执着可放下 也就是见识烦恼 他得到了清净心 那菩萨得到什么呢 得到了平等心 那佛得到什么呢 觉悟的心 所以我们这一生 要修什么 要得到什么 本经的经体都讲得一目了然 所以每天呢 在这个经验当中 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能够被这个虚幻象所迷了 那么这里讲得也蛮清楚的 别叫三地以下之菩萨所得 这个三地以环嘛 就是讲这个音响人 舍利盐全 去入十相 明柔顺忍 这是四五六地菩萨 若正入十相 离一切相 明为德 无声法忍 则在七地菩萨以上 既然说在七地菩萨以上 那就是第几地 就是第八地 所以有两种说法 七地以上 还有的主师答的 他说什么 八地 七地以上不就是八地吗 所以说的都对 没错 这个若正入十相 是我们每天呢 修学佛法的目标方向 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实实真相呢 全部看清楚 现在我们把这个实相 还是没有看清楚 纵然听佛这样子讲 是不是真的完全相信 肯接受呢 上课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不会怀疑 待会一下课怎么样 哎呀 哪里好吃 哪里好喝 哪里好玩的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是不是 明天是周日 哎呦那就放假了 一放假了 就会怎么样 本来修了六天的清静心 到了周日出去转一转 在这里跑一跑 那里去玩一玩 心都散掉了 周一呢 再收心 所以人修学啊 为什么进步很小 很慢的原因 就在于啊 他没有始终 把自己心呢 框在一个圈圈里面 也就是说 他那个心呢 还是被外面境界 容易拉着跑 那个真正有功夫的人 他纵然到这个 比较繁华的地方去 甚至接触很多人 可是他在那种境界当中 能够保持一句佛号不间断 这个好 但是啊 能够做到这种情形的人呢 还是数量不多 所以我们看这个 图文巴的环境呢 比其他的都市呢 是好多了 你看图文巴 就这么大的 巴掌大的地方 对不对 到哪里去 基本上来说呢 这边环境还是比较清静 单纯的 可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修学呢 要 至少要保持住 我们不敢说进步吧 至少要保持住 你能够保持住 他自然就要进步 就怕什么呢 会松懈 而且还给自己 找很多理由 所以古人呢 我们真的看那些 祖师大德 那些往生的居士 大德 都是很了不起的 人家呢 知道一切法 都是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不要说 是不可得 离也不可得 像不可得 体也不可得 那个体嘛 我们常说的自信 自信有没有像 自信没有像 他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可是他又能够呢 随着这个圆 而能够感应出 一切万象出来 自信在哪里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就在当下 所以这个实相 金刚经里面 说得非常好 金刚经可以说是 波若布的 精华 真的文字不多 五千字 把佛该讲 这些重点 在五千字 这个经里面 都说出来了 因此我们呢 这个求学 如果说这个执着心 还比较重 分别心也比较强 怎么办呢 我们建议大家 多看大乘经典 因为这个大乘经典 把这个事理呢 把这个真相 跟我们分析得很透彻 所以希望大家 这个经呢 多读 多看 同时 这个佛号 要多念 这个正如实相 是菩萨 佛对于真相 完全了解了 我们现在呢 求学 是由这个了解 再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境界 了解属于什么 佛家所讲的 两种物 一个叫解物 第二个呢 叫正物 比如说我们现在听这一堂课 你看这些注解 看经文 对不对 懂得这个意思了 这个算什么 这个算解物 这里讲到 初第 二第 三第 四第 五第 六第 七第 八第 九第 后面还有个极灭人 那是十第 十一第 十二 就是妙诀 说这些地 我们 不是那个地上的菩萨 也不是佛 这算是 解物 一定要怎么呢 要达到那个境界才行 比如说阿卢汉 他就做到了 不再有这个 见识烦恼 那人家就算是什么 正物 如果我们听这堂课 听着听着 你也把见识烦恼 断掉了 你是谁呢 你就是大臣 七星位的菩萨 那你就得到真实的受用了 不过呢 有解物 还没有证物之前 那还是有好处的 总比呢 没有误好 所以 这个学习 不能够引以为足 以为我懂得很多了 知道的不少了 这个经我已经听了好多遍了 甚至无量寿经我会背了 就不肯呢 向上提升 这个是不对的 学佛最高的境界是哪里 长极光 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呢 是要回归到长极光进土 下面呢 是黄连导引用 莲池大师的这个解释 这在《弥陀经书抄》里面呢 也有 他把它摘录出来 请看下面 无生人 略有二种 一 约法 二 约行 约法 则诸无起坐之理 皆约无生 凡是学这个《弥陀经》的人呢 莲池大师所写的书抄 那是一定要去深入的 他这里就给我们解释 这个无生法人 有两种 约法约行 那么约法呢 这是诸无起坐之理 都称之为无生 什么叫起啊 起就是生 有生就有什么呢 就有灭 所以起就是生灭 但是在这个 初诸以上的菩萨来看 一切法有没有生灭 没有生灭 请问他为什么 就不像我们那样子呢 看得有生有灭呢 因为人家已经 不起心不动恋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像的时候 本身我们这个心就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学佛 到底学什么 当年这个李世公 李秉兰老巨师 就讲了一句话 讲得太好了 学佛学什么 换心呢 换个什么心呢 把这个阿雷也换成是真心 一旦是真心了 那您再看这些真相 那就一目了然 我们现在呢 就在这个假象当中 看不出它是假象 纵然人家已经告诉我们 是假象了 我们还是不认同 可能上课的时候 还勉勉强强点个头 好 假象 下了课呢 如果等一下中午 这个饭菜比较好吃 你会怎么样 还是多夹两 多夹两勺 还是有分点心嘛 没有把这个虚幻象 真正放下 所以啊 这个 约法 约行 都是我们应该呢 要去好好去体会它 下面就说到这个约法 约法 能不能够抓住它呢 能不能够掌握住它呢 掌握不到 弥勒弗萨说了吗 他是法相中的 这个专家 一坛子当中 有三十二亿百千链 不要说 这个频率我们掌握不到 大家有没有坐过 上次我们去 上次乌生去台北的时候 坐那个 第一次坐高铁 在一九 一九 九九九年的时候 去日本 大阪 坐那个子弹火车 那是很早以前 二十多年前 你看那个子弹火车 或者坐那个高铁 经过那个月台的时候 突然那个 站台上面有那些乘客 在等 您看不看得清楚 那个乘客的面孔 只见到什么呢 有个人影在上面 是不是 可是一闪呢 而过 您看 我们在火车上面 透过玻璃窗 都看不清楚 外面这个像 速度还不是很快 每小时三百公里 更何况是 一坛子 三十二亿百千链 所以说他生 他怎么样 他当下就灭了 所以嫩人经上面 讲得很好 当处出生 随处 毕竟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六层境界 不能够再分别了 没那个必要 都是假的嘛 因此这里说嘛 这诸无起作之力 一切法呢 没有起作的道理 没有起就没有生灭 不生不灭 这是真话 连词大师教我们大家 先从法上看 无生忍 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灭 把这个心安住在此地 这就称之为 无生法忍 这是讲到约法 还有啊 约行 这是从行为上来讲 则暴行纯熟 这个报就是果报 行呢 就是修行 暴行纯熟 是指的法身菩萨 我们现在是有行 但是熟了没有 没熟 如果熟了 您就是谁啊 您就是法身菩萨 所以这个大神经上常说嘛 明行见性 大彻大悟 就是暴行纯熟 但是我们将来 肯定会有一天 要达到纯熟的境界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大家不是常常听吗 念佛到哪里去啊 念佛到达极乐世界 是不是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请问 可不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呢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是什么身份呢 阿维越智菩萨 阿维越智菩萨是什么地啊 八地菩萨 所以这里讲嘛 纯熟 你看 一到极乐世界 您就是这么高的地位 这个暴行呢 没有成熟的 它就生到哪里呢 生到方便土 同居土 这个就是施法界 我们现在 在这个六道里面呢 已经用惯了 阿雷 用习惯的 第六诗 还有第七诗 从今天起 我们该怎么办呢 转 怎么个转法呢 第六诗 它分别嘛 我们就尽量不要分别 第七诗呢 它最大的功能就是 自主 那我们怎么样 不敢说 不执着 我们至少要 减少自己的执着 有人他就焦虑了 那如果我不分别 我不执着 我怎么跟人家打交道 我学佛了 知道凡手有向 皆是虚妄 可是我家人 还是认为 一切都是真的 那您怎么办呢 佛很有智慧 就是说 要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 在这个横顺六层纪念当中 我们内心里面 知道这都是假象 不应该落这些印象 所以学习佛法 跟生活有没有冲突 跟自己工作 工作有没有矛盾呢 一丝毫抵触都没有 要不然的话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他有没有生烦恼的时候 其实释迦牟尼佛 大家看他的传记 你就知道 他忙过忙了每天 他除了每天讲八个小时 他还怎么样 还接待四面八方来的信徒 各种各样的人物 他通通都要接待 可是佛呢 都能够应付得来 都能够让大家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 都能够帮助大家 掌智慧 这就是他的心 始终保持在忍上面 你看我们这里讲到三中忍 能够做到不动 下面这个开示 也讲得非常好 他说 智名于理 无相无功 矿若若虚空 暂若停海 这个智啊 就是智慧 理呢 是自信 智跟自信 融成的一体 外无相 内无功 这个地方我们常说 激功累得 那么 佛菩萨呢 可以说呢 他们无论在任何场所 从来没有 间断的 做一种事情 他们每天都在做什么事情呢 上课 只要是众生愿意听 有这个缘分 他教学都是没有间断的 关于这个四地呢 有四种 有无作四地 生灭四地 无生四地 还有呢 无量四地 诸佛如来 他们最后的境界 就是回归到长极光 在长极光里面 是一法不存 当众生与他 有这个缘 有所感的时候 他立刻呢 就能够硬 而硬的时候 他有没有起心动恋 没有起心动恋 我们在硬的时候 有没有起心动恋 下次不能够点头了 要学习什么呢 硬而无硬 无硬而硬 事情照样做 可是心里面 还是尽量念阿弥陀佛 除非说 我们呢 要思考 那就 在这个当下 把佛暂时放下 尽量每一天当中啊 养成个好习惯 养成一个念佛 不间断的好习惯 不要啊 不念佛 那个脑海里面 一片空白 或者一动念头呢 就是忽视乱想 凡夫的状况 这里说得这么好 这里讲了两个比喻吗 无相无功 旷若虚空 这是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呢 暂若亭海 其实这两个比喻 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要放得下 哪些是我们 应该要放下的 你喜欢的那个人 要把他放下 你喜欢做的那个事 要把他放下 这是顺尽善缘嘛 对不对 我们很喜爱的 可是相对来说呢 那个冤亲在主 每天都碰到他的 请问我们 有没有冤亲在主 多不多啊 在哪 凡是您见得到的 那都是有缘的众生 对着大家呢 要用什么心态呀 可以讲的这个 六度啊 讲得太好了 你看六度 文字不多 十二个字 不识 直接 忍肉 精进 禅定 般若 想要把这个 前面的五度 要做好 必须要 靠什么来帮助啊 靠般若 就是智慧 智慧 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智慧呢 这里讲得这么好 要 你看第二个比喻就说嘛 站若 停 那个停呢 也是清静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心量要大 要能够包容 那个讨厌的人 也要能够包容他 也要能够原谅他 还要怎么样啊 还要关心他 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写一个牌位啊 叫冤亲在主牌位 写了没有 我们看这个四个字啊 有没有体会到佛家的意思啊 冤亲在主 谁放在前面呢 冤放在前面 对不对 那个早茶的 跟我们过不去的人呢 佛呢 说 把他放在第一位 这就告诉我们呢 遇到逆境恶缘的时候 也不能够忘掉自己的仁慈之心 千万不要跟他 以怨抱怨 大错特错 要拓宽自己心量 不要常常把这个 问题的产生呢 都指向别人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 真的 我们过去真正没有学过佛吗 用这个第六诗 第七诗 用习惯了 用这个忘心 用得很自然 所以呢 就很容易跟人家 有这些矛盾发生 那这一辈子 两个人又碰到一起 他当然就怎么样 他就报复我们 我们应该要化解 所以要修清净心 要修真诚心 要修慈悲平等之心 后面还说 心是忘祸 既然不起 这个 震得无神法人的菩萨 他就能够做到心事 不生起这个忘祸 忘是忘想 祸呢 就是迷惑 能大师开悟之后 说的那五句话当中 他就讲了一句话 叫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所以每当我们大家 读这个无量寿经之前 您就读这个经题吧 对不对 这是必须要读的 这十五个字当中 五个字是我们要修的 是下的功夫 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 也在经题里面 大圣 无量寿 还有啊 庄严 我们每天不是都在照镜子吗 你们每天照镜子 有没有发现自己相貌越来越庄严呢 还是越来越衰老了 如果越看越衰腿 那就证明什么 我们没有修清净 没有修平等 还没有修什么呢 觉悟 谁错了 还不是自己错了 所以哦 光是看这个经题就知道 我们该怎么去做 经题是经的 那个纲领 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就说到嘛 急燃不起 能够急燃不起 没有一个妄恋产生 它自然就跟大众融成了一体 那这是什么境界呢 明行见信的境界 这个就称之为无声 前说由通诸地 前面呢 是从法上说的 后为八地所钻 后面呢 是从行上来讲的 从行上来说呢 这是八地 九地 十地 等觉 妙觉 他们的境界 妙觉就是如来 故知 静影书中之 无声法忍 即 离陀书超中 约行之 无声法忍 所以这里啊 连宫啊 就说得很清楚 这个无声法忍呢 有从法上来讲 还有从呢 行上来说的 在这里呢 它是从行上来讲 古静影师 未为七地以上 连池师 只为八地 两说 无为 这两位高僧所说的呢 意思都对 虽然讲法不一样 但是都是相同的 没有违背 人王经里面呢 意味 无声法忍 在七八九地 阔乎里面说 至于 于是亦说 知不惧 还有其他的法师啊 也这个解释 就没有收录了 人王护国 般若波罗蜜金 讲到这个无声法忍呢 它分为呢 三品 下品无声法忍 就是七地 中品呢 八地 那上品呢 就是九地 再往上面去啊 就是极灭人 极灭人呢 就是十地 等觉 还有十二地 就是妙觉 要达到这个境界啊 环境上说得很好 至少要三大神奇迹 时间长不长呢 很长 我们大家的寿命有多久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寿命有没有三大神奇迹 三百年都没有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这么短 还不好好用功 还要每天呢 这样子 懒散 懈怠 大错特错 所以那个觉悟的人 他怎么样呢 看了这个经文开始之后啊 他那个念佛求愿往生心 特别强烈 他恨不得 等下下课 阿弥陀佛就把他接受了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啊 一到那边 就是八地菩萨 八地的上去就是 九十十一 就是妙觉 很快就成就 下面说 本经三忍 以音响忍为首 柔顺忍四肢 亦于 贤结经 而同于 华言 十人品 即如来 心贤经 佛给我们说 这个十种忍 说了很多遍 他老人家为什么讲 这十种忍呢 因为他很重要 你看这个 六度里面 布施 持戒 忍入 津进产典 波润 哪两个是最重要的 开头 布施 还有一个就是忍入 真的 我们 如果不能够修到忍呢 那个念佛的功夫 是很难成就的 古人打个比方 就好像一个容器 容器下面有什么 一个洞 不管这个洞有大有小 可是我们修这个功德呢 通通都漏实掉了 所以这个忍呢 千万不能够疏忽 下面呢 就给我们举出啊 华言经上所讲的 十种忍 旧华言经 十忍为 说旧华言经 难道他还有一个新华言经 是的 这个旧华言经 是什么时代呢 很早 是东晋时候 请问 我们进途中 第一代祖师 慧云大师 是什么时代人 东晋 就是那个时候 华言经 第一次 传到我们中国来 但是分量不大 只有三万六千寄送 把它整理成中文的 这个版本呢 就是六十卷 所以称之为 六十华言 到了唐朝 武则天的时候 这个 华言经 又把其他的一部分的经文呢 也传来了 是十叉南陀大师啊 他 带来中国的 所以他这个 功德啊 非常大 那这个分量呢 就比前面那个 进本的华言经 多出了九千寄送 就有四万五千寄送 所以称为新义的华言经 一般我们读这个华言经呢 是用的这个 唐朝的版本 八十卷 它是乌图国王呢 向中国的皇帝进宫 对不起 第三次时候 是唐朝真元年间 乌图国王呢 向中国皇帝进宫 这个时候 他就送来了一部 华言经 普贤菩萨行愿品 就这么一品 可是这一品呢 太稀有 太珍贵了 它是完整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 进义的华言 跟唐义的华言呢 同样这个经文 它怎么样 它不全 它有缺的 可是这个乌图国王 给中国皇帝这个经文呢 四十品 通通都有 所以啊 把这个 八十华言 再加上这一个 行愿品 重复的部分 一去掉 我们中国 版本的华言经 一共有多少卷呢 九十九卷 分量大不大 讲句老实话啊 想把无量寿经讲好 必须要先学什么经呢 要先学华言经 因为华言经是 大本无量寿经 他把无量寿经 讲得更加的具体 那么现在就 看诸位同修 您的时间 多不多 如果说我们的时间呢 很有限 没办法读这个 九十九卷的华言 那你现在就读 中本华言嘛 那就专门学习 无量寿经 也好 我们呢 把自己的时间 用在读无量寿经 还有看黄电脑这个集中 听师傅上讲课中 这也非常好 好 此地讲到十种人 本经呢 是把这十种人呢 归为三种人 音响人 柔顺人 无声法人 那么在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呢 有很具体的给我们解释 这十种人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们呢 只能够报告一点点 大家把参考资料 下册 请出来 课注就不必了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参考资料 八百三十二页 大家找这个十种人 八百三十二页 大家把那个黄线呢 放在那个地方 明天我们还要继续 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做回报 大家看到了吗 好 我们看 它是出自于华言执掌 这个执掌呢 是华言经的注解 人即安忍 亦人可也 安就是心安 没有怀疑 没有意见 他真的肯接受 忍呢 就是心啊 住在此地 忍可 有同意 承认 认可的意思 为菩萨 既断 无名之祸 正 无声礼 这个无名祸啊 就是 起心动念 我们为什么有 无名呢 因为有起心动念 请问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够真正知道 诸法实相 什么时候 这讲得很清楚 不要再起心动念 您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真相就看到了 大家都端过一盆水吧 对不对 你看这一盆水 你端的时候 那个一盆水里面 它水在干嘛 晃动 是不是 好 你把这盆水放在桌上 隔了个 久一点吧 一个小时 再看这盆水 它就不动了 当您端这盆水的时候 看这个水 所反映的 那个外面景象 不是很清楚的 因为它有一个波动 我们有起心动念 一旦这个水 要放在此地 浸上一段时间 它不动了 它在反射 外面这个 进雾的时候 就一目了然 所以诸位同修 佛法在哪里 就在生活当中 真的 你看到任何境界之后 提醒自己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真相 就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 经 多看 论 也多读 我们 看这里所讲 明心见心的菩萨 已经断了无明 见到了无明的道理 他看到外面 一切境界 真实相 什么真实相呢 我们引用 中观论里面的 那个说法 中观论里面讲到 八个不 八个不 哪八个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 还有 还有不以 不义 那个义 就是 不相同 那个义 所以呢 到了这个地的菩萨 他们看这个事实真相 就清清楚楚 菩萨 断无明之祸 正无生理 了达诸法 本来极灭 一切法呢 清净 一切法 极灭 我们虽然现在还 没办法 弃入这个境界 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到什么 程度啊 不要怀疑 要相信 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个话呢 请问佛的舌头有多长啊 我们舌头多长啊 您就把舌头伸出来 不就知道了吗 我们连这个 鼻子都舔不到 可是佛的舌头怎么样呢 整个脸 一直到这个法肌 都能够 遮盖得住 就证明佛是不会打万语的 不会骗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 养信佛的话 是真实语 而菩萨们呢 明白这些事理 事故 见色闻生 如幻如化 不起忘恋而分别也 佛菩萨每天呢 也是忙忙碌碌 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他们要讲经说道 要接引这些有缘众生 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 你看他也随身我们 穿衣吃饭 他也有一时住行 可是人家的分别 是什么个分别 他是随身我们的分别而分别 那他那个执着呢 也是 众生有执着吗 他就很随我们这个执着 比如说这个东西好了 这是什么 我们反应很快 鼻呀 金刚经上面说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义和像 一切像都叫义和像 但是为了要让听众听了明白 那佛呢就说 这是鼻 那我们这样子就很容易跟佛就沟通了 所以在不同境界的人呢 佛讲法就不相同 下面讲到 然 此人体 随一 而随是立明 则有十种也 讲十种人呢 他们的体呢 是一个 但是随是立明 就有多少了 无量无边 佛很聪明 很有智慧 把这么多的法 归纳为几大类啊 十大类 我们学习佛法呢 就像古人所讲的一句话 要文仪 知识 当年孔老父子教学 他那个境界就比佛家的境界稍微低了一些 大家看论语就知道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学佛呢 应该要心更加单纯 更加清净 这样子弃入这个忍的境界就越快 今天还没有开始讲 明天呢 我们再跟大家具体的汇报 这十种人 所以明天呢 我们就从 八百三十二页 开始继续学习 今天就学到此地 墨学乌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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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